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 臭宝的样子 问你爹爹 臭宝说你看那个有盆茉莉七年了 没怎么剪 但每年都怎么怎么怎么地 哎呀这个要剪的 臭宝它太长了 一个呢 这个是它给你浇水浇多了 失肥失多了感觉 不想放弃的话 这个有点够呛了 你要剪一下吧 把那个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把这个盆子稍微垫高一点点 然后给剪 重剪一下吧 只能剪的越狠活的越稳了 只能祈求它自己能够涅槃重生 千万不要用大量的肥料 现在不是用肥料的时候 现在是等它自然反应 明白了吗 因为我大舅子一样 比方说快断气了 不是说吃饭 现在呢 缓过来那口气是活活活 下个周伯说云南取静的 买了个骨煤换了个大骨 这有点缺肥 有点缺水和缺肥 别的没啥 你要施肥的 这并不是说你养就完事了 实际上给一点肥料 像粪肥就很合适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就有点缺水缺肥 杀菌药的话 适当的来一点预防和治疗一下 下周伯说猪的叶 这个状态行吗 需要做点啥吗 用的这个都是专用土 这个没别的大问题 就有点水大而已 用点杀菌药 适当预防就行了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浇水的时候 托盘里面尽量的不积水 如果说你那边温度很高的话 适当的来个30%到40%的折阳 会更好 适当来点肥料 别的没啥 下个周伯说 发载肉变得斑斑勃勃 叶子不黄不溜 要怎么处理 修剪 施肥 它不好了你就剪 你给我头发如果说乱糟糟 营养不良啥的 都剪了 让它重新长新的 明白了吗 厕所说 老阿姨你看这个白蓝椒苗了 买回来洗根换土 你买那玩意干啥呀 然后不涨了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用点反肥水或者是夜狼一号 夜狼一号比较好 这种情况 下个臭宝说 揍了个巨山 下边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就烂了吗 水大 秋光 通风擦吗 浇水过多吗 这个东西的抗旱能力还是有的 现在只能 我要是给建议的话 只能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然后你等它自然反应反应 它自然反应不上来 就给它剪了 重剪 把那个发黑的部位给它剪掉 就水大 这个东西耐旱的 真状的 你比方说文竹啊 还有一些蓬莱松啊 虎伟天门东啊 这些个真状的 还有一些松柏类的呀 它都比较耐旱 所以说浇水尽量注意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你得维持一个干湿循环 你看它干透了 你再叮叮浇透它就行了 别的没啥啊 希望这位臭宝的话 也早日康复 觉得不错 点个赞 请不吝点赞 我是老花一 老花记忍 白了臭宝